交接運氣 接下硬性 賴清德正式接任行政院長 他應該是比我更省錢的首長 幽默稱在賴清德 雖然林全總說迫不及待 從行政院畢業 但對政院同仁 還是有點不捨 也越來越知道 如何的讓大家一起來努力 把工作做好 不過這個時候 也就是正是我離開時候 這真是硬了一句話 就是我們因為相互不了解而結合 因為相互了解而離開 用嫁女兒的心 期待賴清德好好照顧留下的閣員 而賴清德也對林全 有說不盡的感謝 你要感謝林院長的事 林院長恐怕是台灣歷史上 第一個 替總統尋找下任行政院長的 現任院長 全場呵呵笑 不過賴清德接任閣魁 也被質疑是為了選舉 以及民進黨派系利益 賴清德特別做出澄清 並不是為了下一場的選舉 也不是為了黨派特殊的目的 所以新的內閣 不是戰鬥內閣 也不是選舉內閣 不僅僅沒有 剛剛陳副總統期許的蜜月期 也沒有試用期 連磨合期都沒有 我們要在林院長打下的基礎上 深化台灣的改革和轉型 讓台灣大步向前 不能有磨合期 也沒有蜜月期 賴清德得無縫接軌完成任務 在各界高度期望下 單剛隔魁職務 賴清德這一億 於公於私 都有非得端出好成績的壓力在 歡迎新聞 江淺東 蘇宏傑 黃韵城 台北報導